新加坡中華影業公司 裹出國語虎情片海外星雲, 由尹凱凌在新加坡拍 馮鳳 馮逃 喉玉 為主演。 銀幕 一開始講蘿蔔 頭打落南陽前, 在棠山開落新加坡 一隻大洋選道, 有對兄妹中國財、鍾愛華, 他們因為鄉下被蘿蔔頭打到來, 家裏和父母都只能夠賣, 唯有著草落新加坡頭靠達水靠虎新加坡果樹, 實行三十六雀走圍上雀, 許雍有個敗家仔許偉生, 在新加坡大, 從來不肯離大陸的事, 講雞腸做鬼仔, 由於老爺大把銀紙, 日日和朋友下級, 約女仔和他含攬飛機, 不過被兩瓶大陸老表日夜啟的教化, 又垂漸生性起泥。 有一日,老爺使他衛生帶大陸表的中國財、 和蘿蔔頭山本果樹收租, 誰知被他們吸引到那瓶蘿蔔頭原來是間諜, 於是他救他的機密文件, 被山本發覺, 打起上來, 結果山本不夠抽, 唯有向他衛生的父親投訴, 許雍怕惹麻煩, 逼過仔交出一份物件, 以及被派出兩名外生, 廢人都被得罪蘿蔔頭。 他衛生決定跟著表哥中國財回唐山, 其扶國難, 抗戰到底? 誰知, 他們選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 星期一, 當日回唐山, 蘿蔔頭當日便打到來, 他們乘搭那艘船,中途產被一扣飛機炸淹沉, 差跡命都沒有,唯有六路走路回廣州, 力盡風箱,中國財身體散弱,職勞盛窒, 在森林休息的時候,屌那媽好衰唔衰, 鬼整他,撞到蘿蔔頭山本,冤家老澤, 又打多禍,中國財產被擊斃, 他毀生同道表哥之餘,立世繼續向祖國前進。 馬來亞淪陷後,中國財妹鍾愛華,被拘捕去做苦工。 有一天,有個女公被公斗打獲金, 鍾愛華安慰她先忍耐,和平後製叫班羅伯頭血債血償敢說, 被公斗聽到,要滴鍾愛華去比蘿蔔頭, 讓她毀生的老死下陽知道, 那便能讓下陽做漢奸。 她毀生回唐山後, 到懶懶懶追求她的蔡嶽喇, 那獲見鍾愛華有對大奶奶, 渣渣度帝和她的解圍, 實質想吵爆鍾愛華, 鍾愛華令死不屈, 嚇羊收腦之緣, 實行強姦, 天君一法之際, 如麗拿到訪, 目睹的隻無良多戒受恨, 同底其妃, 粉身告鍾愛華。 無繫跟它影響, 除非貴那切, 動靠, 部位彼琴中ως, 不會害� mode político,